佛羅地颱風造成台東鹽瓶鄉紅葉部落 以及大五鄉愛國埔部落大貪方 眼看美濟颱風又將來襲 使得部落重建和居住環境安全問題被受關注 蔡英文總統連日來了解災害消息後 在25號前來台東關心紅葉和愛國埔部落 在武林收容所聽取簡報並慰問災民 同時也關切紅葉國小的災情 總統向主人慰問但未對媒體發言 這次莫蘭地颱風紅葉部落120遭到土石流肆虐 目前部落清理工作尚未結束 主人希望總統多關心部落重建 讓他們盡早返家 把所有的這個資源能夠動員的 我們能夠做最有效的動員 那麼把我們這個災後的重建 當作是我們最優先的項目 那我要在這裡跟鄉長報告 這件事情我既然來了 我就會注意這個事情的發展 雖然總統來了 但部落族人還是忙著清理自己的家園 族人希望小英總統視察之後 最重要後續能有實質的作為 紅葉部落遭受莫蘭地颱風肆虐 造成4.8公頃灯放面積 可以說是紅葉部落百年來 第二度受到土石流的侵襲 這次的28間毀損房子 100多位族人在黑暗裡驚醒 族人到現在仍心有餘悸 今年的颱風頻頻朝臺東扣關 其中尼伯特颱風和莫蘭地 相繼對臺東帶來災害 而莫蘭地颱風對原鄉的紅葉 以及愛國埔部落 帶來嚴重土石流災害 愛國埔部落逢大雨就灘的情況 到現在仍然無法有效解決 令族人困擾 到底原鄉部落還有哪些地方居住勘慮 在蔡英文總統前往勘災之際 族人紛紛希望政府立即進行 部落安全檢測措施工作 給族人一個安全居住的家 第四感到扶養 旅本台東延平道五採訪報導